恭喜太大 謝謝 節制一點 節制才剛開始而已 我們這集是在錄酒館 所以請問 請問今天帶酒來 好啦 今天帶酒來的媽媽或太太 有幾位啊 那現在是帶酒來的 我想一定會有人帶酒來的 所以酒是你們聚會必備的嗎 一定要 一定要 不然喝在幹嘛 不是有辦一些是 泡茶 我們是進化到什麼程度嗎 因為像我都會跟我大姐 約去華山藝文中心 然後在草地上 讓小孩跟狗在那邊玩什麼的 可是妳如果就是在那個地方 大肆的喝酒覺得大家會覺得 怪怪的 不會啊 有點不太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一喝 現在應該全部康康熙的都知道 妳很愛喝 早上看那邊有那種酒的樣子 我覺得還是有點歹勢 然後有一次我就約了大人一次 就說妳要不要一起來跟我們會合 然後她一看到我就拿了一個水壺說 我說妳什麼時候變成是一個 會隨身攜帶水壺的人 她就說 然後我就喝 然後我就一喝我就說 他們說 對 我朋友就是有一次他們就 就用礦泉水平擺 礦泉水 他們還不好意思浪費礦泉水 所以還猛怪礦泉水 把水都喝光了 然後把葡萄酒抓進去 然後就帶了吸管進去 然後看 看了是悲劇 可是四個人 很丟臉 我覺得水壺是很好的方式 有顏色的那種 對 不過妳剛剛講到 華山一文中心的草地 好像徐小溪會 妳會去那個草地上鋪開坦汁野餐 是不是 對啊 我真的覺得台北市野餐的風氣 可能是我帶起來的 華山一文中心的草地 是可以野餐的嗎 可以啊 我們也在那裡 然後河濱公園也超棒的 對 河濱公園 還有大安森公園也不錯 那妳要吃什麼 自己帶啊 就比如說每一個人只有帶 對 帶一點東西來 真的鋪開一塊格子布在地上 對啊 每人都帶兩塊 妳知道我們的勢力有多大 好專業喔 就是可以在上面打滾的啊 因為那時候天氣超棒 那是五月底 然後天氣超棒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野餐 你可以躺在草地上 夜晚也有 這個是台北那個野餐日 那一天在那個... 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 對 然後就從早到晚都有活動 然後很多人超專業還有帳篷 還有露營燈 所以這個小蛋糕是妳帶來的嗎 是 這個是杯子蛋糕 杯子蛋糕 我怕胖 怕胖 小吃可以全部吃這個 沒有...每個人拿一個東西 請問女生甜點也是 甜點也是女生的專利吧 很重要喔 男生聚會很少吃甜點 野餐還有別人嗎 沒有 妳也有啊 妳說三個禮拜 沒有一起 但是我們個別都有野餐過 所以先生不參加 先生也會去啊 週末的時候先生可以參加 先生喜歡這樣坐在草地上 跟你們這樣 因為他們也可以喝酒 他們有別的先生可以講話 然後有兒子的話就可以踢球 可以玩就是公園的東西 運動 OK 然後媽媽們是不需要 一直把眼睛鎖在小孩的身上 就亂跑 就是有一群小孩玩 那就更好了 因為他們都會一直去 兩三個家庭一起 那邊不危險 因為草地真的不會怎麼樣 有時候我女兒在那邊挖沙 就說媽媽 我挖到大邊 我說真的嗎 快吃... 天然的肥料 就不用擬他們 隨便硬打 不是啦 因為有一部科幻面 就是小朋友在公園玩沙的時候 飛碟就拐 就把那個小孩吸走了 所以滿好的 好 所以晚上會約出去的 是要靠把小孩提早哄上床 先生講好說今天晚上 他幫你看小孩 然後你要Girls Night Out GNO 對啊 就先生在家裡 看孩子就好了 對啊... 我們不帶先生的 不帶 Girls Night就是不要先生啊 不要先生 先生去就不好玩了 但不帶先生的話 自己可以打扮得很花之招展嗎 OK 那先生就會覺得你們圖謀不軌 對啊 我覺得他們很開心 對 覺得 因為我們的打扮 現在就是女性比較懂得欣賞 對啊 或者說你們一出門 先生就開始看色情影片之類的 有可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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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回來發現 他那個iPad就是放在床上 我們想說 OK 我知道 我離開 對啊 不過先生說妳回家的時候 妳先生坐在椅子上 開著方向盤喔 對 是怎樣 坐在椅子上 然後拿著方向盤嗎 他坐在我的古董椅上面 然後開了一個 幾乎是1比1的F1賽車的方向盤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駕駛一台 就是這個機器嗎 就是這個機器 很大耶 跟跑步機一樣 很像跑步機一樣 對啊 然後他 你們家有這種椅子也太快 這個我收集了不懂你 這是很幾十年的 那我是很珍惜他 然後我有六張椅子 餐椅 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我很珍惜 那每一個高低都不一樣 然後他回家 我就跟他說妳在幹嘛 他就說 而且我一回家 他正在這樣 然後我就 這是因為出現在一般人家裡的器具嗎 對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喜歡 打電動的宅男 很好嘛 你就可以坐你車 不是 是 但是這件事情是我們在 前一天晚上我們大吵架 因為他打電動 我覺得男生打電動OK 但是他常常一打電動 就打了大概五六個小時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 怎麼樣 五六小時太長嗎 我覺得這樣很不見 有點基本消費吧 遊戲就是差不多這個長 沒有小孩 但是我覺得說 你起碼站起來走一走 或者是 而且打電動這件事情是 他沒有辦法互動的事情 因為我不敢參與嘛 OK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這樣我就會旁邊就很無聊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講 不能買一個雙文駕駛 對 你說 重點是他也不想駕駛那個啊 對 那就是沒有生小孩就會亂買東西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沒有生小孩才會亂買東西嗎 我覺得沒有壓力啊 你就不會想那麼多 妳社群網站上面有沒有家用介紹 有 妳看得懂 他家一直堆滿紙上這個故事嗎 因為他老公是一個控制狂 就是他 還有他就是 他只要決定要開始玩什麼東西 譬如說玩鐵人三項 他就要玩到很徹底 買最厲害的配備腳踏車 然後他們最近開始迷上去野外露營 他就要買最厲害的帳篷 然後什麼很高級 妳說帳篷搭出來之後 有客廳的帳篷跟臥室 就是好像分大橋 還有中間有隔間 然後有的還有外面的那種遮雨棚 然後妳可以坐下一個小陽台 它跟王仁府一樣 對... 然後要帶動這個 露營的格西很多 是在Safari的時候 才會用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一個火鍋 有脆氣的那個火鍋 就可以裝水平鋪 四個大人跟七個八個小孩 可以坐在裡面游泳 然後別家正在裝滿這些東西 他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 然後每次都是泳捷要付 他酒杯什麼都帶這種高級的 因為他約過我一次 我說 那我就帶紙杯就好 他說徐一弟 我是連酒杯都帶的人 妳不准跟我帶紙杯 然後我最後還好 我就想說算了 就帶個那個酒杯 因為他們全部都鋪得非常高級 然後他甚至連聖誕燈都帶了 壓力很厲害 壓力很大耶 我說聖誕燈有需要嗎 他說都已經不降級 發電機 然後現場烤雞排牛排 對 他裝好吃 他烤羊排 小羊排 這個不是露營 這是外匯了吧 他還帶下午茶的那個喔 這個很重要 三層 三層裝大高級 好誇張喔 所以我看 我們在照片裡看到那些紙箱 就裝這些東西的 他現在就持續購入... 所以是他先生買的啊 是他先生買的 然後佳永姐就是會要負責 把那些東西塞進那個車子裡面 要出發 然後塞好之後 他老公還會責備他說 你這個怎麼會這樣塞 你硬的應該要塞在下面 什麼...怎麼塞...怎麼塞 衝裝 就說你下次一定要再把它塞更好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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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開到露營車嗎 對 我就說 妳為什麼不直接買露營車 然後他說沒感覺 一定要在... 住在戶外 對 要在星空下 住在照門 乾杯 乾杯 我聽到我壓力都大了 怎麼樣 講照門話 太太們晚上出去玩的時候 打扮好 我們現在應該就在 執行Girls night 對 還在加強 加強 好 先講快點 我覺得女明星已經很開心了 妳們常常可以出來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一般太太真的很難有藉口 幹這種事 我覺得工作變成一個寄託 就是工作的時候 妳還會好好的打扮 然後就做一些 讓自己快樂的事情 然後妳還是覺得說自己是很美 妳夠 你不要講太多 還講 曾雅蘭方式壓力大 當場爆出驚人之語 雅蘭說那個女生聚會 是要幫任先生太喜歡 這件事 真的是一種壓力 有時候女生是看感覺 可是當妳沒有感覺的時候 對方會一直想要的時候 她有件事請教各位 她說她先生是 如果今天被拒絕了 你們結婚超過10年了嗎 13年 然後她還這麼有型 而且她真的就是 真的啦…